阿摩斯书 第一章 当由大王乌西亚 以色列王约阿师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 大地震前二年 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的末世论以色列 他说 耶和华必从洗安吼叫 从耶路撒冷发生 牧人的草肠要悲哀 加密的山顶要枯干 耶和华如此说 大马瑟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已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 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 烧灭遍哈达的宫殿 我必折断大马瑟的门栓 剪除雅文平原的居民 和博伊甸掌权的 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掳掠重名交给以东 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我必检除雅石图的居民 和雅石基伦掌权的 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 非利世人所余胜的 必都灭亡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将重名交给以东 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 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耶和华如此说 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 发怒撕裂 勇怀愤怒 我却要降火在提曼 烧灭波斯拉的宫殿 耶和华如此说 雅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 扩张自己的境界 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 旋风狂暴的时候 点火在拉巴的城内 烧灭其中的宫殿 他们的王和首领 必一同被掳去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 第二章 耶和华如此说 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 因为他将以东王的海骨焚烧成灰 我却要降火在摩押 烧灭加略的宫殿 摩押必在哄嚷呐喊 吹脚之中死亡 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 将其中的一切首领 和他一同杀戮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厌弃 耶和华的训悔 不遵守他的律例 他们列祖所随从 虚假的偶像 使他们走迷了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 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 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锁蒙的灰 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亵渎我的圣名 他们在各坛旁 仆人所当的衣服 卧在旗上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 喝受罚之人的酒 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 他虽高大如香薄树 坚固如橡树 我却尚灭他的果子 下绝他的根本 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 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 使你们的亚摩利人之地未业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谢尔人 以色列人哪 不是这样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却给拿谢尔人酒喝 嘱咐先知说 不要说欲言 看哪 在你们所住之地 我必压你们 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 快跑的不能逃脱 有力的不能用力 刚勇的也不能自救 拿弓的不能站立 腿快的不能逃脱 骑马的也不能自救 到那日 勇士中最有胆量的 必赤身逃跑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 第三章 以色列人哪 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 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 狮子若非抓食 岂能在林中咆哮呢 少壮狮子若无所得 岂能从洞中发生呢 若没有鸡砍 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 网罗若无所得 岂能从地上翻起呢 城中若吹脚 百姓岂不惊恐呢 灾祸若临到一城 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 指示他的仆人 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狮子吼叫 谁不惧怕呢 主耶和华发命 谁能不说预言呢 要在雅石图的宫殿中 和埃及地的宫殿里 传扬说 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就看见城中 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 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 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 不知道行正直的事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敌人必来围攻这地 使你的势力衰违 抢掠你的家宅 耶和华如此说 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 抢回两条羊腿 或半个耳朵 驻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躺卧在床脚上 或铺锈花坛的踏上 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 主耶和华万君之上帝说 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 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 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 坛脚壁被砍下 坠落余地 我要拆毁过东和过下的房屋 象牙的房屋 也必毁灭 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 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 第四章 你们驻撒玛利亚山 如巴山母牛的阿 当听我的话 你们欺负贫寒的 压碎穷乏的 对家主说 拿酒来 我们喝吧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 说日子快到 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 用鱼钩将你们鱼圣的钩去 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 投入哈门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人哪 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吉甲加增罪过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 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 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 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 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 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收割的前三月 我使雨停止 不降在你们哪里 我降雨在这城 不降雨在那城 这块地有雨 那块地无雨 无雨的就枯干了 这样 两三成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 却喝不足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以汉风没烂攻击你们 你们园中许多菜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橄榄树都被剪虫所吃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 像在埃及一样 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 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 营中失手的臭气扑鼻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 如同我从前倾覆 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啊 我既这样行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那创山 造风 将心意指示人 使尘光便为幽暗 脚踏在地之高处的 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君之上帝 阿摩斯书 第五章 以色列加阿 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 以色列名跌倒 不得再起 躺在地上 无人搀扶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加的城 发出一千兵的 之剩一百 发出一百的 之剩十个 耶和华向以色列加如此说 你们要寻求我 就必存活 不要往伯特利寻求 不要进入吉甲 不要过道别世八 因为吉甲必被掳掠 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 要寻求耶和华 就必存活 免得他在约瑟加 向火发出 在伯特利焚烧 无人扑灭 你们这是公平便为阴沉 将公益丢弃于地的 要寻求纳造卯星和参星 使死因便为尘光 使白日便为黑夜 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 以致保障遭遇毁坏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 责备人的 憎恶那说正直话的 你们践踏平民 向他们勒索麦子 你们用凿过的石头 建造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内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 你们的罪恶何等大 你们苦待一人 收受贿赂 在城门口去网穷罚人 所以通达人 见这样的时事 毕竟莫不言 因为时事争恶 你们要求善 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这样耶和华万君之上帝 必照你们所说的 与你们同在 要恶恶好善 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或者耶和华万君之上帝 向约瑟的愚民施恩 主耶和华万君之上帝如此说 在一切宽阔处 必有哀嚎的声音 在各街市上 必有人说 哀哉哀哉 又必叫农夫来哭号 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 在各葡萄园 必有哀嚎的声音 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 这是耶和华说的 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 有或了 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 那日黑暗没有光明 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 又遇见熊 或是进房屋 以手靠墙 就被蛇咬 耶和华的日子 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 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我厌恶你们的节旗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凡计 和素计 我却不悦那 也不顾你们用肥续线的平安计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益如江河滔滔 以色列加阿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岂是将祭物和贡物献给我呢 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账目 和偶像的堪 并你们的神星 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 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君之上帝说的 阿摩斯书 第六章 国为列国之首 人最著名 且为以色列加所归向 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 有获了 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 从哪里往大乘哈马去 又下到非历史人的加特 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 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 你们以为降货的日子还远 坐在位上进行强暴 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 书身在踏上 吃群中的羊羔 棚里的牛犊 弹琴古色唱消贤的歌曲 为自己制造乐器 如同大卫所造的 以大碗喝酒 用上等的油抹身 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 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 首先被掳 书身的人荒艳之勒必消灭了 主耶和华万君之上帝 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憎恶雅各的荣华 厌弃他的宫殿 因此我必将成 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 那时若在一房之内 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 死人的博熟 就是烧他尸首的 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 问房屋内间的人说 你哪里还有人没有 他必说没有 又说不要作声 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 看哪 耶和华出令 大房就被攻破 小屋就被打猎 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 人岂能在哪里用牛耕种呢 你们却使公平变味苦胆 使公义的果子变味阴沉 你们喜爱虚浮的是 自夸说 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 耶和华万君之上帝说 以色列加阿 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 他们必欺压你们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阿摩斯书 第七章 主耶和华只是我一件事 为王割菜之后 菜又发生 刚发生的时候 煮造蝗虫 蝗虫吃进那地的轻物 我就说主耶和华 求你赦免 因为雅各为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 说这灾可以免了 主耶和华 又指示我一件事 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 火就吞灭深渊 险些将地烧灭 我就说 主耶和华 求你止息 因为雅各为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 说这灾也可免了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 有一道强势 按准绳建筑的 主手拿准绳 站在旗上 耶和华对我说 阿摩斯啊 你看见什么 我说 看见准绳 主说 我要吊起准绳 在我名以色列中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 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 我必兴起 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 伯特利的祭司 亚马歇打发人 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 说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 图谋背叛你 他所说的一切话 这国担当不起 因为阿摩斯如此说 耶罗伯安必被刀杀 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亚马歇又对阿摩斯说 你这仙剑哪 要逃往犹大地去 在哪里虎口 在哪里说预言 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 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 有王的宫殿 阿摩斯对亚马歇说 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我是牧人 又是修理丧树的 耶和华选召我 使我不跟从羊群 对我说 你去向我名以色列说预言 亚马歇阿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 也不要向以撒加低下预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晾了分曲 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 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阿摩斯书 第八章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他说阿摩斯啊 你看见什么 我说 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 耶和华说 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主耶和华说 那日殿中的诗歌便未哀嚎 必有许多诗首在各处抛弃 无人作声 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 是困苦人衰败的 当听我的话 你们说 月朔几时过去 我们好卖粮 安息日几时过去 我们好摆开麦子 卖出用小生豆 收银用大等子 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 好用银子买贫寒人 用一双鞋换穷乏人 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 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 说 他们的一切行为 我必永远不忘 地 岂不应这事震动 其上的居民 不也悲哀吗 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掌起 如同埃及和永上落下 主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使日投在五间落下 使得在白昼黑暗 我必使你们的节旗 便未悲哀 歌曲便未哀歌 众人妖术麻布 头上光秃 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 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应无饼 干渴非应无水 乃应不听耶和华的话 他们必漂流 从这海到那海 从北边到东边 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 当那日 美貌的处女 和少年的男子 必应干渴发昏 那指着撒玛利亚 牛犊启事的说 但哪 我们指着你哪里的活神启事 又说 我们指着别是八的神道启事 这些人都必扑倒 永不再起来 阿摩斯书 第九章 我看见主战在祭坛旁边 他说 你要击打柱顶 使门槛震动 打碎柱顶 落在众人头上 所剩下的人 我必用刀杀戮 无一人能逃避 无一人能逃脱 他们虽然挖透阴间 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 虽然爬上天去 我必拿下他们来 虽然藏在加密山顶 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 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 我必命蛇咬他们 虽被仇敌掳去 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 我必向他们定住掩木 降火不降福 主万君之耶和华摸地 地就消化 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 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掌起 如同埃及河落下 那在天上建造楼阁 在地上安定穷仓 命海水浇在地上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哪 我岂不看你们如古石人吗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吗 主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出令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像用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我明中的一切罪人说 灾祸必追不上我们 也赢不着我们 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魏倒塌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使以色列人的以东所余胜的 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民 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成义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